又來了 這明明是3281 吊隊員把他改過之後 現在又跳回149 然後這兩個是紅色 然後這邊 照起來比較看不出來 橘色的 橘色的 吊隊員把他調好了 3281 不然你剛剛一看那個149 又會誤會以為竟然是149 現在因為吊隊員要注意 所以他又把他改回來3281 吊隊員已經改兩次了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控制盤不是要騙人 害死人是要做什麼 這就像飛機的航班一樣啊 現在下來這飛機是哪班飛機 或是上去是什麼哪班飛機 以他的來跟去要怎麼規劃 你看又跳了149 這邊149 啊這邊呢 沒東西啊你看 紅點在這邊喔 現在這有兩個紅點 這個跟這個喔 然後後面這邊都是沒有紅點喔 照不出來就用直接講的喔 你看那是不是又誤以為這149 害死人啊 然後藉口就是說以前開會開過的喔 沒有結論 不然就說啊契約上沒有這東西 沒有這功能 所以就不行 或是要用這功能要花多少錢 我覺得藉口啦一個東西喔 你既然有問題的話你就在處理 處理沒有錢的話 分年度啊分年度編列預算啊 更別說像有前瞻計畫有錢啊 並且在之前的一個 一些其他站的電訊事故 也有講說有前瞻計畫有這種電訊的改善啊 現在要跳3281的你看要跳 所以剛149又不見了你看 然後你看右邊也沒有啊 現在3281是這個點喔 他還沒進來喔 反正到出差錯的啊 就說是車站的問題啊 什麼車站沒有 比如說密集的監控啊什麼的 你設備就是在那邊做陷阱給人家 你要密集監控啊 突然有時候 掉隊友打個電話問你 問你事情的時候 你看現在變149了 又是149了 那那個電話中這麼多支電話你看 一支要處理 兩支三支要處理 還有廣播要處理 這樣才正常 現在這樣才正常 149然後這邊兩個紅點 然後這紅點 進來 這兩個紅點進來 變3281 只能說天兵啦 天兵啦 大家都要混 反正跟你沒有利害相關的話 就沒關係啦 就這樣子啦 我們可以再次去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